2024开年新剧审判 这是花样白出 大家好 我是小方 2024年开播了不少剧了 哪些可看 哪些可笑 哪些可潮 假期期慌的宝子们 赶紧过来跟我一起审判吧 要久久爱 男女主演直播在线 剧情主打的就是个情怀 杨子搭档范城车主演 收视率一天比一天低 故事情节只能说没啥子心意 这部剧采用双线并行的方式 讲述了六个发小 在高中的欢乐时光 以及他们长大后的故事 杨子演高中生的剧情相当多 但32岁的杨子 这张脸已经明显不适合拌嫩了 大爷好 粉色娇嫩 你如今几岁了 剧里几乎找不到他青春的剑口 为了拖出人物的成长线 杨子演高中生真真是用力过猛了 每次看他演搞怪 哦 我听到了什么 不娶我 你说得好像我能看上你似的 怎么着难不成你还看上珠宝名了 哦 酸臭啊 激动 俄罗斯方块不是游戏 你敢当着全行天成人的面前说 俄罗斯方块不是游戏吗 这些到底是什么豪迈式演技啊 杨子的哭泣确实可以 接受不了女三四的哭泣 很有感染力 但其他的就很难讲了 比如男女主的CP感 怎么看怎么别扭 感受不到发糖 更像是小姨和侄儿 在暴选时分 最难美女拯救眼睛的线欧 吴磊招进外主演 这部剧啊是眼孔的天堂 全员帅哥美女啊 这才是欧相剧的标配啊 女主去国外打酒球公开赛 碰上了留学生男主 男主对他一见钟情 主动帮忙步步靠近 导演死死地拿捏住了恋爱的细节 男主用包站座位 让女生只能坐在他对面呀 在公交车上膝盖互碰呀 男主用心帮忙 嘴上却说是顺路 感情线进展得很丝滑的 男主的人设很万能 几乎所有男配都爱他 长得帅 人皮好 人脉广 还是打球冠军 女主的哥哥都想让女主 把男主拐回国去打球 各种CP大乱顿 不过呢 这部剧的缺点也非常明显 主要看男女主CP感 剧情很平淡 感情线缺乏高潮 主戏没有冲突感 估计最大的疑问 就是男主为侠不打球了吧 所以喜欢快节奏 强剧情的观众 可能会觉得很寡淡呢 阿麦从军 男主男配们 配不上女主 这部剧算是一部大女主戏 女主阿麦 脚实后被突进满门 一直到处找仇人 遇上了男主张浩为 饰演的世子 世子意外知道了阿麦是女生 一直对他很有好感 主剧情线 如果直接演女主 是精彩的 但前击插了男主的成长线 养父被毒死 父亲是前太子 被皇帝追杀 因此有点脱节奏了 直到雷家宝的女主线 开展起来 雷家宝被男二攻城 女主逃出城 开始参军之旅 都挺精彩的 就看后续的故事张力了 真的要感叹 张天爱是真漂亮呀 灰头土脸的男人打扮起来 也掩盖不住这张脸的好看 眉目间自带英气 演技也很自然 这部剧的浮华道也很真实 没有磨皮滤镜 演员的脸啊 看得是清清楚楚的 然而男主长这样 男二长这样 男三长这样 当夜 孤里到底 还能不能有帅哥儿呀 我们的翻译官 女主半永久 剧情无聊 没新意 宋茜一个半永久发型 不知道演了多少现代剧了 让人有点子创戏了 演技人设 也都跟他之前的剧啊 大差不差的 缺乏新鲜感 关键是剧情也撑不起来呀 试问 智能翻译机 能不能取代人工翻译呀 还用电视剧演出来吗 还要演四十集 男女主的感情线更是无聊 女主不说真正分手的理由 男主开始为男女主 又关心女主 然后啊 误会解除 中间再夹杂着事业危机 一会儿女主的公司出事 一会儿男主公司出事 最后完美的解决 两人happy ending 整部剧说不上烂吧 但是看着看着会打瞌睡的那种 你也有今天 设定魔鬼 剧情烂到离谱啊 陈兴旭和张若南的 你也有今天 剧情真是烂到离谱 男主是女主新公司的上司 因为失眠 搬到他以前创业的地方 改善睡眠 因为一方两租 他跟女主做了室友 女主唱歌和作家 我的声音 治好了他的睡眠照啊 真服了这鬼设定 到底是什么无厘头的剧情啊 明明是男主要睡觉 需要女主帮他 他却因为送了最久的女主回家 说自己的食心很贵的 让女主欠下了巨额 好为难女主帮助自己睡觉 通下水到呀 一晚上做几次饭呀 你再做一遍 什么 就是把之前台风天借宿 做的夜宵再做一遍 女主竟然一点反应都没有 这俩巅工巅婆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是吧 剧情俗套倒退20年 还有 裤子到底什么时候能放弃这种 是白色的滤镜啊 新剑六起今招 魔皮重女主家 大型的儿童仙侠舞台剧 新剑六夹杂着闭环穿越 宿命等等因素 男女主从双双失忆 结成兄妹 闯荡世界 到各自寻找身份 再到身份揭开 对战昆 最后回到剧情开头 两人又失忆了 这种闭环拍好了 是很精彩的 结果变成了儿童舞台剧 余淑欣把不安事实的天真 演成了脑子不太好使的鸭子 忘教师 我们是真心想加入圣经的 说话打闹都成了三岁小孩 无时无刻不在嘟嘴卖望 能坚持看下去的 简直是个人才啊 绿镜中 演得刻意 颜值爆看 节奏不行 也没有派出少年热血 整体来说不才推荐 新剑四 主演演技灾难 祸害眼睛 有一部儿童仙侠剧 作为仙侠系列里最被看好的剧情 活生生的被主演糟蹋了 半永久暧昧的剧静音 把懵懂演成傻小伙的陈哲远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怎么办 我爹可不回来梦里面做我吧 你没事吧 木头AI还有点斗鸡眼的柳梦梨 这也就毛子俊 能勉强看看吧 其实啊 线四的剧情挺不错的 毕竟原著基础在那呢 但除此之外 也找不出其他优点了 尤其是大结局 本来是悲凉的逼翼感 但是啊 男女主就死得让人心如止水 看得原著倒 面如死灰 如果奔跑是我的人生 剧情又颠又真实 脑三热格啊 火爆 今年开年第一热格 你真是饿了 不是 什么都能吃得下 由钟楚希 杨超越主演的 现代双女主都市剧 围绕这对表姐妹 展开了两条线 钟楚希演的女主 本是天之骄子 笑话级别的人物 但一场车祸 导致双腿叠肢 结果呢 渣男老公有些受不了 夫妻关系紧张了 于是他老公出轨 有奶香味的老三 还是原来的口味吗 你喜欢奶老婆 老婆 不胜天 不胜天 这对老三念念不忘 出现各种辣眼画面 再次让观众 见识了男人的多样性 杨超越的这个角色 有一个重男轻女的老妈 但是呢 她弟在女主那场车祸里 过世了 没了弟弟 她老妈瞬间把注意力 集中在杨超越身上 陪着住寝室啊 他手谈恋爱啊 时时刻刻盯着他 抬着女二为了跟他对抗 随意结婚 最后啊 爹妈想通了 替女逢嫁 这一部剧 说多好看啊 真不见得 但集狗血与大成 越离谱又感觉挺真实 越让人腻骨横生 就想看看剧情 还能颠到什么程度 狗盛快跑 是喜剧 也是悲剧 看完这部剧 满脑子都是 样子儿这个鬼孙 这个鬼孙 草根青年狗盛 替兄弟从军 从开始赚钱盖房 娶媳妇 到一步步成长为 明白有国才有家 用轻喜剧的方式 把你骗进去 最后你看 我这个死了 又死一个 这个也死了 你怎么瘾死了 然后呢 只有主角在 其他重要的配角 全死了 整部剧的节奏紧凑 剧情好笑又真实 虽然演员 大多是喜剧人啊 但没有一个拖后腿 也汇集了一群大学生 在大学生当群演 抢当日本鬼子出圈时 以为他们拍摄的是 抗日神剧 没想到啊 成果竟然不错 也不浪费 他们把日语说得 这么纯准了 机关枪那哥们 更是火速出圈 导致看剧时 每次看到群演都想笑 大江大河3 保持一贯的高水准 追下去没毛病 大江大河播到第三部 已经有稳定的受众了 依然是原班人马出演 剧情节奏和制作 也维持了前两部的水准 时间线走到1992年 国家发展开始从计划经济 转为市场经济 宋运辉被赶出 东海化工厂后 在新厂一挽狂澜 最终啊 让新厂起死回生 甚至在东海 与外资博弈中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同时呢 宋运辉与梁思山相爱 还别说 甜的喝咧 而另一边 雷东宝出于重振旗鼓 发展越好人越飘 前期出轨 后期被小雷家背叛 最终中风 还是大嫂对她不离不弃 个体户代表 杨寻先试水搞商场 被大资本家 梁家下场 摔了个大脚 后遇到命中贵女 事业再上新纲 并且两人洗劫良缘 住进了大别墅 讲真哦 大江大河系列 是少有的续集 没拍垮掉的剧 大结局 王凯的一大段独白 让人感慨万分 你可能永远无法想象 那种内生的澎湃动力 会成为整个社会的精神 正是无数同路人的 碧露蓝旅 终究会成 大江大河 一路向东 好了好了 开年有热度的新剧 大概就这些了 过年期间 如果有空 可以挑一些追起来啦 最后 祝大家新春快乐呀